从今天开始一直到周六的白天 降雨都是比较少的 主要是在午后的雷震雨 在中南部地区 特别是南部的平地 可能降雨机率比较高 其他地方的话 降雨的情形就比较不明显 明天天气跟今天也是非常类似 各地高温31至33度左右 感受温暖舒适 比较需要注意 是在中部以北及东北部 清晨早上起床的时候 可以感受稍凉一些低温 最低温大概是出头左右 在其他地方的话 感受都是比较偏温暖的 连续假期的三天 大概是先干后湿的天气形态 星期六可能就要开始降雨了 至于如果想赏月的话 中南部比较有机会 东部跟北部就要碰碰运气 来关心详细的温度预测